要處理哪個部分,這車子 所以車子移過來,這第一個,這個比較簡單 其實把它複製貼過來就可以 然後比較難的應該是後面這個 後面有一個什麼呢 感覺有點動態的白色的陰影 那這個白色的動態陰影怎麼做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有沒有一些提示 如果有提示我們就知道提示 如果沒有可能就要自己想辦法 它有提示,它說要配合動態模糊 然後動態模糊濾鏡,所以濾鏡裡面有一個高濕模糊 那高濕模糊下面好像就是動態模糊 然後做出白色光影的效果 所以這要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一樣,就是先把這個車子移過來 車子怎麼移過來 1,用魔術棒工具有沒有 點一下 然後再來 選取完之後 我把這個取消好了 1,用魔術棒點一下 2的話把它反過來,反轉 為什麼?因為我們點是點背景 所以選也是選到背景 所以反轉就到車子 Ctrl C 接下來的話呢,Ctrl V貼過來 貼到這裡 OK 那車就移過來了 然後再來用移動工具 把它移到這邊 看一下位置 差不多 這個把它移 這個移到前面 這個 好像 再上來一點點 反正位置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像再過來一點點 好了,大概差不多 好,第一個 車子,古董車過來了 再來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那個背後的陰影 那背後的陰影怎麼做 第一步 它其實題目好像有提示 它說要怎麼樣 它沒有說要建一個圖層 不過看起來應該背後就多一個圖層 所以你把這個車子按右鍵 然後把它怎麼樣 右鍵之後把它複製一個圖層 選前面這裡 複製一個圖層 那這個圖層就是 名稱也許叫車子的背 車子的 背景好了 給它一個名稱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車子的背景 這個移到下面 因為它是在 這個車 這個乾脆改個名稱 這個叫車好了 車子的下方 那我們需要先做什麼 把它填成白色 不過如果你現在這樣 現在直接填滿的話 它會填什麼 填整張喔 有沒有 你會發現整個就變成白的 Ctrl 字一下 如果你要只填到車子的話 記得有個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選 再選一下這個車子 你可以按右鍵 選取像素 那所謂的選取像素 因為你會發現 它背後是透明的 那你現在選到有像素的地方 它就幫你框起來 背後都是透明的 那你再利用編輯裡面把它填滿 填成白色 好填白了 接下來如果你要做出動態效果 再來我們可以用濾鏡 裡面的什麼 模糊 裡面有個叫動態模糊 但是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加這個動態模糊 是希望能夠超過它這個選舉範圍 所以記得啦 你這個地方呢 把它填了一個白色之後呢 接下來記得 你還要再多做一個動作 把這個選舉區取消 因為如果你沒有取消的話 你直接做這個濾鏡 你會發現這個模糊 動態模糊好了 按確定 它只會在這個框框裡面 應該要跑出來 應該要跑不出來 因為你把它限制住了 所以怎麼辦呢 填完白色之後 然後把它選取的地方 把它取消選取 接下來的話 針對這一個 這個區域 我們做濾鏡的模糊 找到題目要的動態模糊 剛好在高斯模糊的下方 我們需要轉個角度 特別注意 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邊是0度 這個是90度 因為它要逆時針 然後這180 這270 請問這個是幾度 這邊應該是再60度 330 所以其實你輸入多少 這樣轉過來 所以其實有兩種轉法 一個是從這邊轉 一個是轉這邊 如果轉這邊的話 它是 負30度 OK 負30度 我印象中 如果你轉另外的方向 看應該就是 剛剛講了 270再加60 330 有沒有 其實330跟負30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條線是 這邊0度 這邊180 這邊就90 這個90度 然後這邊就270 因為它剛好是這邊 這個是 這個假角 其實就30度 可是它是逆 它是順時針的 所以是負的 負30 當然你如果從這邊轉過來 這邊就是再加60度 所以330 就兩個都可以 然後間距的話呢 這樣看不出來對不對 你先去大概調大一點 調最大變這樣 好像也不能太大 大概多少 我大概試過 大概400左右 OK 按確定 那看一下 跟這個好像有點接近 把車子放上來看看 車子眼睛打開 然後再切 好像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它好像比較亮 好啦 不過細節自己來試試看好了 OK 來 畫面 再 還給各位 特別注意 我剛剛的動作 我再回顧一下好了 我怕這個動作有點複雜 我是 一先把這個先複製 複製 從這邊 按右鍵複製一個圖 然後 叫做 車的背景 把這個地方 先 按右鍵選取 像素 填一個 顏色是白的 填完白的時候 記得把它取消選取 再利用濾鏡 裡面的這個 叫做 動態模糊 負30 400 OK 然後把這個背景放到下面 這樣就OK了 試一下 畫面呢 還給各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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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